姐妹们,把鸡蛋液倒入滚烫的开水中 长这么大,头一次见这种做法 相信很多人都没见过 今天就把邻居98岁老奶奶吃了一辈子的做法分享给大家 嗨,大家好,我是小苏 首先碗中倒入6颗新鲜土鸡蛋 也和白胡椒粉各来一小勺 再放入多一些的小葱花 白胡椒粉可以给鸡蛋很好的去腥 充分搅拌均匀 锅中加入和蛋液同比例的清水 大火烧开,然后转最小火,淋入蛋液 刚开始不要搅动 等到蛋液凝固,就可以轻轻的推动 像这样,炒干里面的水分即可 这道即将失传的美食 我们在炒制的过程中,不需要放一滴油 用水来炒,鲜嫩滑口又好吃 而且营养清淡 大人小孩都爱吃,好吃又健康 家里有长辈的,可以适时做这道美食 比用油炒的还要香